这个类 拂了一个它的实例 对不对 拂了这个类的实例过后 我们再用thread 把这个runNable 做一个参数 传到这个thread的构造参数里面 对不对 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说了 这个run这方法 你当然可以直接调用 比方我们的thread1 它是不是有重要的一个方法 那现在我这样子调用一下 它肯定会执行我们刚刚那个dallog 对不对 它会启动一个新线程吗 不会 YES 所以我们其实启动这个线程 要start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大家去看家族园内吧 当然我们 我刚才问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很多人都说书上是这么写的 但别人的 我们在学知识的时候 你要常常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J2SE的架构设计师 如果你是Android的架构设计师 你会不会这样设计 我常常就这样子来给自己提问题 知道吗 就我 如果我是Android的架构设计师 首先 我会 哪些地方还可以改良 然后至少我举个例子 如果我是ADT ADT大家都知道了 可能 我是ADT插件的架构设计师 我肯定把ADT做得跟点亮的一样 双击就直接写实践了 不用配了 对不对 当然他可以选两种模式切换 既保证它的灵活性 又保证了它的硬性 不然大量的工作都放在这种体力劳动上面 干嘛呢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我们同样打 同样打 也启动了线程 也启动了线程 这个线程一个叫线程A 一个叫线程B 大家看它们是交替的 是交替的 也就是说这个线程它运行过程中 它并不同步的 也就是说A在运行过程中 可能正在运行的阶段中 B可能也会同时启动 对吧 但是凡是跟界面有关的 IO操作有关的 比方这就IO操作 它们是不是只能排队啊 大家想象一下 我同时往一个文件里头 就我有两个线程 同样同时往一个文件里去写东西 它们是不是总会有一个先后顺序 对不对 所以跟界面有关的 都要排队的 就只能什么单通道进行 这就是 你就会想到那一线天了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只能一个个过 那么这个代码也很简单 我们第一个thread的子类 这就是thread的这样一个子类 同样的 我在这run里头 把它一写上就行了 也就打log 那么在下面 点击了这个按钮之后 我们也是new一下它 new一个这个实例 new一个这个实例 通过构造函数里面的参数来标定 它的线程名称是A线程啊 B线程啊 就这样子 就看得明白吧 看明白随时打断我 第三块 我们要看一下线程同步 我在这里 这里我要稍微讲一下 这一块的我们的一个逻辑思维 我们现在 我讲一下我们下面这个事件 我们要做的一个逻辑 第一步 我们定义了 define 定义了一个ticket 这样的一个类 卖票这个类 这个类是实现一个runable接口的 这个我们想象得到 实现让内部接口 到这把传到那个thread的 那个实例的构造参数里面去 它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卖票 这个runneighbor这个类里面 我们定义了一个方法 叫卖票 seal 这个卖票要卖100次 就打100次log出来了 打100次log 那么下次我们在 接下来当这个方法调用 我们会放在run这个里面 这个大家都知道 然后第二步 我们就开始要newthread了 newthread把它传进去 传进去 但传进去的时候 我们会干嘛呢 我们会设定两个参数 A和B 是两个卖票点 就是AB 说白了就启动两个线程 这两个卖票点 我们都把它们启动 让它们都是一步的 就是同时进行卖票 同时进行卖票 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大家想象一下 是不是 比方说A 卖到20张的时候 B卖票点 也开始卖票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同样的一个时间点 同样按照时间为先后顺序 是不是有可能 A卖到25张的时候 这个B也卖到了 七八张了 有没有可能 对吧 所以我们把它打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交错在一起 是这样的吧 这个情况我们就称为异步 那这种异步 有的时候不好 有的时候不好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说 要改善它 我们先打一下 看一下 大家看 我们是不是交错的 在卖票了 A卖了 多少张 多少张 B是不是也在开始卖 对吧 又交叉的在卖 等于是 那么 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不好 有的时候我希望干嘛呢 虽然我发了一个指令 说AB点都要卖票 但是优先让A来卖 A卖完了过后 B再来卖 特别是在这种情况 更多的是用在哪里 用在界面组件的更新上面 大家想听一下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会用在界面组件的更新上面 我必须希望它们是同步的 那么既然要同步 我们这里有一个关键词 在加华里头 大家也都知道 叫Synchronized Synchronized 那Synchronized 在做同步的时候 在做同步的时候 我们有两种方式来做同步 一种 说白了就是 把Synchronized 放在一段代码段里头 第二种 就是把Synchronized 放到方法里面 函数里面 这个大家都还记得吧 可能有点忘了 跟大家再复习一下 请问一下 多线程 同步 有哪一种办法 多线程同步 我这个不仅仅说加华了 这是个通用概念 多线程 及多线程同步 你DealNet也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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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C++也要学 Sync 同步的方法 还记得吗 第一种叫阻塞 我们也叫Lock 锁定 锁定 第二种叫互趋 这个道理就是跨语言的了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大家学这些内容的时候 你把道理学清楚 你以后再学 C++的时候 或你再转过头来 学 C++的时候 你到时候 一看到多线程 好 我无非就是看一下 主三 互趾 在你这个C++里 语法怎么写 就是 第三种 叫信号量 信号量 这是我们面向对象语言 通用的三种 做同步的方式 不同的语言实现不一样 有直接语言就支持的 由于语言不支持 你要通过变点花样来实现 比方说我们加了语言 就不直接支持信号量 但你可以变点花样来实现 那么 刚开始我学这一块的时候 我也很头疼 但是我通过DealNet 学DealNet的时候 认真认认 看了一下这些概念 所以后来我又发现 学其他语言 学到多线程 都学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些概念 那我们在这里 用的最常见 当然就第一个 也是最简单的 也是最简单的 那么就是用Synchronize的 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把Synchronize的 这个关键词 给它设上 在我们的卖票这个地方 这不是我们的卖票 这个方法了吗 好 我现在我把它 放在我们的Synchronize 这个标签里面 就是用Synchronize的 把它给套起来 把它给套起来 这个地方你可以新建一个 或者你用Mate也可以 其实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现在上传一会儿 现在上传一会儿 稍微速度有点慢 正在启动 把这儿清一下 再点一下同步 这次我们就是同步打印了 这次我们就同步打印了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连着卖了 对吧 就没有再交错了 对不对 它就挨着卖 所以就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 我们就知道 哦 原来我们就实现了一个 同步的效果 我们摔了两次 先把A卖完了 再来卖B 这就是我们多线程的一个应用 那么你 大家下来 多去看一下 我们Android的原码 Android原码里面的 不是有很多公用程序吗 什么Calendar Candidate 还有计算器 就是还有我们的什么通信录 联系人 还有Phone 这些程序 你会发现用了大量的多线程 而且还会 有的时候还会用到大量的同步 比方说举个小小的例子 我们既然讲到 Io输入输出 需要同步 对不对 你比方说我们网易文件里 写东西是Io输入输出 请问一下 我现在在这个手机上 我播一段音乐 是不是Io操作 它要掉到下面 我们的音乐播放固件 对不对 其实也是Io操作 然后 好 它要不要同步 像我们以前 我们的音乐 就是那些音乐设备 是非全双共的 什么叫全双共 还记不记得 就是你如何出 你可以同时进行 然后你 还有我们现在 在电脑上 是不是你同时 可以看几部片子 对吧 就因为这就是科技的发展 可能以前大家 没这样想过 以前的电脑 你看第一部电影 你再打开第二部电影 第一部电影就没生了 要不然就第二部电影 直接把第一部电影覆盖掉 这就是那个时候 因为它不是全双共的 知道吧 所以 如果它不是全双共的 也就是意味着它是单通道 那么这个单通道 我们在DL用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Android上面 我们的Match Media 这一块 它的核心 其实是Open Code 但这个就是有点生了 这个是下面的东西 那么我们在调Match Media Player 来做音乐播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要用一个同步 对不对 等这个播完了 我再播另一个有的时候 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 现在不要去掌握 不要去掌握 就抛一点东西 让大家去多思考一下 好 那这就多线程这块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我们再往下走 网络编程 很多人问 很多人问这个网络编程 我要不要学呢 当然要学了 我们在座有接推意义程序员 那接推意义程序员 我们要写什么 要写 我们有很好的 Sower端的这样开发的一个基础 我们当然就要写一些 客户端的开发基础 再把它们连起来 这样子组到一起 我们一般情况下就称 最简单的一个应用 就是企业办公系统 对吧 我们称为移动办公 移动办公就是什么呢 跟我们公司现有的ERP和OA 紧密的结合和它绑定 那我们的领导可以用手机 就直接办公了 当然了 你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移动办公 就是我们的腾讯 微博客户端这一类的 就是我们现在网上不少人 他讲案例都讲微博客户端 是不是 或者是或者什么 开心网人人网的客户端 那它其实也是一个 CS结构的应用 那这些CS结构的应用的话 我们就肯定有客户端 和服务器端的通信 那我们 而且往往用到的协议是什么 ATTP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用到我们的网络 网络编程这一块 很多人在问我 Sony 我们Android的 我看你的那个内容里头 很多地方都没有讲到 什么Android的网络编程 我告诉他 为什么呢 因为Android 从模组意义上来说 Android它本身没有提供 网络编程接口 为什么呢 因为它用的就是G2SE 就是G2SE 那我们在这里说白了 我们大家看过案例的也都知道 我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们当然有很多办法 可以来实现我们的网络编程 无论是你用TCPIP HDP 还是Socket 都可以 因为这些G2SE都支持 你用UDP也可以 但最简单的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类 就加了直接提供的 叫什么 attpclient 对不对 多简单的一个类 说白了 就发信条 发响应 poster get 这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Network demo 这个例子呢 还是同样的 看给大家上课多累 要写多少例子 对不对 好 同样的 我看一下 Network 稍等啊 直接进来 它就会去获取一些信息 不知道网速会被受到影响 这时候 如果没写好 你多点点 可能就会死 然后就anr 我这个是一定没有写好的 因为这只是demo 好 这个就读下来了 读下来什么了 读下来几篇文章 这个我们一看 这个happy 那有了这一招了 我是不是也下来写个网络小说 客户端什么的 你自己搭建一个网络小说 对不对 我们从网上把这些东西给下下来了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这些内容都很无聊 据说这个是叫那个什么网 超弹网 你们都知道 超弹网的一些文章 就是大家发泄用的 就直接 那我们就上传最简易的超弹网客户端 当然不算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写的 在uncreate里面 我们就进行加载 加载最重要的这一块 上面都是跟士卢有关的一个初始化 最重要的数据加载 就是这里 found data 帮的data什么进度调节 我们也先不管它 进度调节我们也不管它 我们重要的看一下 你看我在这里 还是建了一个新线程的 对不对 所以你 所以其实在我们写demo 都还考虑到了这一点 但有时候我为了省少 比较懒了 也不会考虑这些内容 那好 这就是超弹网的网址 超弹网的网址 我用了一个request 用了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request呢 大家可以放到这里 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们来调用一下它 是不是用到一个http plant 对吧 就我自己封装了一个request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实现 其实就是通过http plant的 然后把request传过来的一个网址 我自己来发送请求 而且你也知道 我是通过一个get 一个get的方式 而不是post的方式 发送请求 并且得到返回的数据流 得到返回数据流的一些证文 把它返回回去 那么 这样的一个应用 我们就知道 通过这个方式 我们就能返回 但这时候返回 就是通讯已经建立了 但返回是什么 是不是atml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吧 所以我们又用正则表达式 所以我们又用了一个正则表达式 用pattern来进行一个模式匹配 用正则表达式的方式 把它text取出来 就搞定了 就这么简单的两个步骤 那么这些内容 可能大家还要去复习 这个没有关系 你到用到了 你再去查询 没有关系 但关键是 你要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 所以你看多简单 就用一个http client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的网络操作 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还真不是我们Android提供的 你去看Android的包 反正我没有 我以前的开发过程中 我还真没用过Android 提供给我的网络开发宝 就是G2SE的内容 Socket也是一样的 那我就不多说 那么这块有什么问题没有 反正这些内容 其实相对都比较简单 我今天再次说了 我们用两三个小时 给大家把Android这么多内容 都加了给大家过一遍而已 我没有必要再去跟大家 一步一步的讲加完 同理 我们还要操作文件存储 最简单的 我们音乐播放的时候 对不对 音乐播放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 是不是要读取文件呢 读什么 读我们SD卡里面的MP3 还有 就是我有的时候 我做数据存储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往我的 这个里面去写一些 XML啊 往我的这个卡里面写一些XML 包括再去读取这个XML 这个原理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 文件操作 我这里只是演示一个数据存储 我点一下记录用户名 就往本地存了一个文件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